电视剧《真爱的谎言》之后冰者已经大结局 接档剧《归去来》将在5月14日接档来袭 罗靖也将连续罢评 与潘之林合作过后 此次与唐嫣的合作更受大家期待 毕竟人家是情侣档 更加有看透 《归去来》讲述了肖青 书彻 妙营 宁明等人 为了理想与生活 吩咐美国深造 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 就这样的一群年轻人 怀揣着梦想一步步踏向社会 并完成托变 肖青便由唐嫣饰演 因家庭原因是个极具正能量的女孩 书彻便是罗靖饰演 在家族的压力下 她极其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出一片天地 妙营跟书彻青梅竹马 但因家族利益的关系二人关系紧张 最后不得已分手 分手后的书彻跟肖青走到了一起 命名则是普通宫心家庭 为了生活而努力学习 在今晚的首播中 肖青与妙营坐飞机赶往美国旧金山 妙营却因为在飞机上即兴兰尾炎痛苦煎熬 书彻与妙营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所以由书彻来接待 由于妙营生病 肖青只好一人携带一堆的行李箱赶路与书彻会合 就当二人碰面时 肖青的行李车直奔书彻书来差点撞到书彻 这下书彻的表情瞬间僵硬 明显对肖青的莽撞很不满 过后还表现出一脸嫌弃 可以看出来 刚开始的书彻与肖青的关系并不好 再加上肖青家庭原因 所以对人对视格外苛刻 相反书彻的家庭属于经商发家 对事物的看待与肖青恰恰相反 那么水火不容的二人究竟怎样走到了一起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